前称作像吸血鬼,吸血鬼是带有浪漫特质的鬼怪角色,苍白点血瘦点长生不老的特质,另听命美白点瘦身点养生的现代人献献不已。 夜访吸血鬼这部电影由阿汤哥和布莱德比特两大帅哥登纲之后,更像吸血鬼的美貌点多情推到一个浪漫的极致。 君不见目光之城里面的吸血鬼,那又不是君男美女,想得到了永恒的爱情吗?请接受吸血鬼的一吻吧。 前称作像吸血鬼,优雅点高贵,又带点让人猜不透的神秘信息。 吸血鬼是半人半摇,是直指的乙德绅士,也是贪婪求穴的妖物,是平然洒脱的君男美女,也是眨眼便飞出窗外的是血蝙蝠。 吸血鬼过着截然不同的变身生活,就好像随时在求取平衡的天秤作。 天秤作喜欢高谈阔论,但不会喝一番失控。 天秤作喜欢和大祸行动,看似合群,但却不喜欢掏勤掏肺。 天秤作有的精明过头,有的粗线调到了极点,但他们都知道保护自己的界限,不会让自己看起来掉进太痛苦的深渊。 天秤作看起来与世无争,其实他只是有一堆没说出口的原则罢了。 天秤作像吸血鬼,有时候说出来的刻薄语言,并不是为了伤害。 反倒是示好,他们的友善是与生俱来,不是故意暧昧。 他们常说,不谈恋爱会死,其实不是滑心,而是泡孤单。 他们害怕面对自己的脆弱,所以才会在外人面前,戴上悠然自得的面具。 别去破坏天秤作可以保持的平静及平衡,因为当他不再愿意赌气,而选择冷漠的转身离去时,将是无法回头的分离。 天蝎作像梅杜沙。 梅杜沙是写演女妖中最致知名度的角色。 娇好的外貌,窈窍的身段,却因为太过骄傲自己的美丽而被雅典娜下了诅咒,因此化身成为样貌丑陋的蛇发女妖。 所有知识她的人将会被识化,包括她所爱的对象。 天蝎作像梅杜沙,与生俱来的敏锐和洞察力。 让天蝎作拥有聪明的天资,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,宛如梅杜沙知道自己的优点。 聪明的天蝎作比一般人,容易抓住事情的核心,但理解不代表会复制学习。 天蝎作被动点信心不足,遇到事情常会评估再三,容易过足不前,措施良机。 而且,不论天蝎作再怎么聪明点终关全局,她仍会在爱情上做自残式的妥协,以为自己的让不或装龙作俩,能够获得情人的回头与挚爱。 但往往使得其反,天蝎作像梅杜沙,慢热的他们常会在不熟的人面前摆出酷样,画上点冷漠的观察陌生的环境,常让第一次接触天蝎作的人觉得他们不好相处。 有些天蝎则会因为不安,拼命拿出绝活搞笑,生怕气氛冷掉。 但其实这种故意扮邪心的天蝎作,思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,甚至是很悲观点没自信的。 反倒是一开始摆哭的天蝎作,个性还比较天真一点。 天蝎作像梅杜沙,容易不小心就伤害到最爱的人。 天蝎作对于怨熟的人,越会口不择言,就算爱,他也会言不由衷,不小心就吐出带有毒液的话语。 那些带刺的话,不是让听的人尴尬实话,就是把气氛搞得很僵,但其实他们是标准的刀子嘴豆腐心,面对真的很喝的人。 他才懒得花力气骂他,如果天蝎作常惹你生气,甚至让你觉得有点白目,相信我,那是因为他很信任你,才会在你面前流露出他孩子气的一面。 梅杰作像帝妇令,帝妇灵使人过世后,因为于怨慰了或有所怨恨,导致灵魂被困附在断气之地,无法离开,比如前挂家人者,会一直在家中流连不去,自杀者的帝妇灵会不断体验死亡。 恒死者的帝妇灵则会在原地茫然徘徊,因为帝妇灵本身因为惯爱和怨气太深,会以为自己没有过世,所以会一直做着生前习惯的动作和作息。 梅杰作就像帝妇灵,因为个性保守,不许变化。 他们的作息空间,通常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 通行时习惯走一样的路点搭一样的交通工具,点池一样的餐厅甚至菜色,因为建立习惯对他们而言,等于建立安全感。 如果不是谈恋爱或和朋友出游,你几乎可以在他长出没的地点轻松的找到他,因为有闲暇时,他们不会想要出去透透气。 看电视点看影片脸上网点聊天,会是他的假日首选。 即使出游,如果由摩羯座决定,摩羯然会偏好爬山这种一步一脚印的活动,摩羯女光街的原因,则在于比较和沙家的快感。 摩羯座就像地覆灵,他们的人生只有两个目标,工作和爱情家庭,为了工作,他可以夜以近日的奋斗,在工作岗位上奋斗还不够,连回到家了还要烦恼工作上的琐碎问题。 和摩羯座聊天会让你有正在做简报的错觉,因为他有八成会谈,到他的工作或课业,简直就像地覆灵困在弹工时一样,鞠躬金翠。 抱干后已是他工作的座右迷,等到他谈恶恋爱或是建立家庭,他就会开口闭口都是,我女友男友怎样怎样,我家小孩怎样怎样,情节描述之细腻,深历其境的程度,会让人会以为自己在看家庭路一带。 对摩羯座而言,他们是为了工作和家庭而生的,自我实现不是他的终极目标,工作上的成功和爱情,家庭的和谐才是他追求的主力。 所以常引致工作狂和重色轻有的抱怨,摩羯座的估计常会把自己陷入一个次恋自一的情境,如同地覆灵重复体验难解的痛苦。 所以摩羯座该学习的是自我解脱,学习独处并学习放松,当你不再居住在同一个法委的空间和关系时,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。 射手作像鬼娃恰吉,娃娃被附身,常是很多灵异作品中常用的桥段,而其中最证明的附身娃娃,我想非鬼娃恰吉不可。 灵异七杀,是很多人同年记忆中的可怕电影,观影的后遗正常会怀疑家中的娃娃,是否在下一秒就复活杀戮。 主角恰吉原本是曾可爱的语音娃娃,却因被一个追求永生,的杀人犯灵魂附身,变身成不断杀戮,寻找肉体转世的恐怖娃娃。 这系列人是经典恐怖片,直到第五集的,鬼娃也有种,开始转型成恶打恐怖片,为这系列的惊悚程度,加入一丝爆笑的元素。 像鬼娃恰吉这种恐怖的娃娃怎么能代表超阳光乐观的射手作呢? 请听我威威道来,射手作就像恰吉,无论岁数多大,看起来就像个小孩一样。 很多射手作的人从外表才不出星座,但只要多讲几句话,让他们记一下,你就能感受到他阳光开朗的笑语。 恰吉展开杀戮是为了求得永生,射手作的叛逆是为了保持内心的乌托邦世界,这世界对射手作来说,太残忍,也太有意思。 残忍的是要逼射手作专寻大人社会的规范,那些凡文入节点就业结婚的形式,对思想自由的射手作实在很受不了。 射手作觉得他的生命该用来探索新的事物给认识有趣的人,而非应对一些他眼中的笨蛋,所以他们会叛逆点会搞怪。 就像恰吉虽然拥有娃娃的躯体,却躲藏了一个白骨的灵魂,大部分的射手作是不太记恨的,然而,一旦你欺骗或背叛他,这还在他面前若无其事装好人,这可就太多射手作,城市位上的地雷,他只好选择对你冷漠一对。 要知道,射手作对一个人冷漠,其实就是最大的抱负,水瓶作像五脸怪,日本传说中,有所谓的五脸怪,故事大概是说走夜路的旅人向路人问路,转头过来却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蛋,在动画片《神异少女》中,五脸怪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,没有脸蛋的鬼怪或许因为依于常人而诡异, 但看不到五官的表情,才是让人打从心中恐惧的原因,水瓶作像五脸怪,你很难从他脸上的表情,看见他真正的情绪,水瓶作的人看来帅心,其实很别扭,他们开心的时候会装酷,喜欢你的时候会装作不在乎,当他们沉默的时候,你以为他有些事,但他可能只是懒得讲话在放空,当他们人来风的时候, 你以为他很开朗,但他只是怕冒场自己会尴尬,当他们说随便啊,都OK啊,其实固执的他们心里早有定见,就连水瓶作的人自己都没发现,因为爱好和平点不喜欢起冲突,所以老早就带着念志在生活,如果你问我,要怎么知道水瓶作内心真正的想法,其实很简单,平常多话的他,开始会待在你身边, 什么也不说却很自在的时候,平常静默的他,开始会对你说出,他对其他人看法的时候,平常好相处的他,开始会不厌其烦,告诉你他的地雷和旗舰的时候, 平常朋友多多的他,开始一有空就来找你点年一点没事,就打电话约你的时候,恭喜你,那就是水瓶作,已经开始喜欢上你的时候,水瓶女的直觉力较强,但有些水瓶男很迟钝,不知道他这些行为代表自己已经动心, 若你也喜欢他,请准备多一点勇气和耐性,因为水瓶作就像无脸怪,看似高深莫测,其实超爱面子便很怕受伤害,请多留一线时间,让他可以卸下面具,认真面对感情,双鱼座像雪女,雪女是家喻户晓的日式妖怪, 仗像有美可然,常在雪地中魅惑男性,借由亲的取走其灵魂时哟,有的雪女会爱上人类,并化身在少妇与其结为连理,建议考验男性的忠诚,若有背叛便将之冰封,是具有浪漫及是太性格的妖怪,双鱼座就像雪女,常给人如若点浪漫的刻板印象,没错,双鱼座的想象力十足, 本性也很爱杂交依赖,但双鱼座的洞察力和直觉力也是一流,一旦他发现现实社会不如预期,便会立刻惨破自己,必须换成务实的姿态,夹囊操之过急的速度,却会让人觉得太过是快,长以前为论断标准,或是适应不良而太爱抱怨,就像雪女一旦从水滴来到市区,定会有所不适,而无法控制情绪, 双鱼座的爱情关于雪女如出一辙,当他爱上一个人时,会希望时时刻刻能黏在一起,可以聊没尽头的话题,但双鱼座陷入恋情,可以说以对方为世界的忠心打转,时时刻刻都念着对方,恨不得像雪女一样,把爱情冰封永远不变, 双鱼座在爱一个人之前会有很多条件,但爱上的往往是条件以外的人,而且还死心趴地到失去原色的地步,唯一和雪女不同的是,直觉很强的双鱼座,对于背叛和敏感,嘴巴双受不了却因为心软而一再原谅,知道失去爱的感觉,或爱上另一个人才能放下,心软和冲动是双鱼座的缺点, 这也是他能教恋爱谈得轰轰烈烈的原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